南韩韩雅航空26号发生了乘客强行开启逃生门的恐怖事件 这个是一架从冀州岛的冀州机场要飞往大丘的航班 在落地之前33岁的男性乘客擅自打开舱门 导致至少9个人呼吸困难 根据韩联社的报导 这名男子是在距离地面213公尺 也就是相当于71层楼高的时候 把舱门给打开 至于擅自开门的动机 事后根据警方的说法 男子表示是因为他失业压力很大 开舱门是因为觉得很憋 所以想要赶快下飞机 而他的妈妈也告诉警方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收到女朋友的分手通知 另外也有目击者点出 男子在飞机降落前一直都在测试 一直都想要试图跳机 根据该法律 男子已经涉嫌违反航空安全法 预计今天晚间警方就会对该名男子来申请逮捕令 最重恐怕会面临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日本长野县中野市有25号发生了连续杀人案件 31岁的嫌犯是中野市市议会议长的儿子 他先持刀刺杀了两名女性 又用现弹枪杀害了两名警员 现场民众都表示嫌犯作案时 他的表情非常的冷静 甚至露出微笑 让人不寒而栗 日本长野县连环杀人事件嫌犯被爆出 作案当下不但异常冷静 甚至面露微笑 现年31岁的青木正县 是中野市市议会议长的儿子 25号下午他持刀攻击一名66岁女性 嫌犯随后再持刀攻击另一名70岁女性 嫌犯还用现弹枪攻击 导致两名男性警员当场殉职 事后嫌犯接受征讯表示 觉得自己会被警察射杀 所以才先动手 然而现场募集民众表示 嫌犯作案当下表情让人不寒而栗 据日媒报导指出 嫌犯原先个性相当活泼 在嫌犯国中的毕业文集当中 他还写下这样的字句 青木县政前后态度180度大转变 一次杀害四人 嫌犯父亲在事发后 请辞议长一职 而长野县警察本部表示 对此事件相当痛心 并持续对嫌犯进行审讯 厘清动机 记者黎晋总统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和大陆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在亚太经合会的议场边 来进行会谈 戴琪关切大陆制裁美光 两个人的会面也被认为 显示美中关系回暖 但是美中国防部长的会面 似乎依旧存在着障碍 与此同时 美国也再次重申 不支持台独 但是会加强对台军售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与大陆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26号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场边 进行会谈 戴琪强调 美中两国的关系 是否友好也影响着全球经济 但且像王文涛表示美方对于大陆制裁美光感到很不满 但双方也承诺美中将持续保持通话 而在此之前 王文涛也与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会晤 这是美国击落大陆侦查气球事件以来华府第一场美中的部长级会面 对美中双方看似有破冰迹象 大陆外交部这么说 相较于美中商务部部长的碰面谈话 美中国国防部长的会晤似乎遥遥无期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坪打算陈六月在新加坡出席相隔里拉对话之变 与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会面 然而李尚福之前遭美制裁导致无法入境美国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明确表示 尽管喊话高层沟通 但仍不打算撤销对李尚福的制裁 而对于台湾问题 美国最近不断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 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 最近出席华府智库的活动 他不止两度谈到美方不支持台独 也强调维持台海和平 不能只靠美国和盟友 维持良好的美中沟通依旧是重要元素 除此之外 瑞特纳也强调会加强对台军售 协助台湾的自我防卫 西日灵汉和综合报道